上次講的東方廣場一波三波幾死幾波 終於到了1996年的6月 國務院推進了東方廣場的項目 那現在呢 只要你去到北京 就可以看到東方廣場已經建成了 並且投入使用了 表人認為 李嘉誠對共產黨是持有戒備生理的 1967年 他為了取得新加州的貴流權 而投資了去新加州 1990年代 他為了大陸的資產 以跨國投資資源轉移出海外 這一次 他在東方廣場的投資上面又受挫 那會不會讓他要果足不前呢 但這個問題 李嘉誠是這樣回應的 他說本集團投資香港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資金是不會變的 對外地的改革 香港的全部 本人充滿信心 1995年的8月 中央電視台 對李嘉誠 入了個專訪 香港文貴報 就將整個文革傳聞 就安登出來 標題就是 李嘉誠 一個真正的外國者 當時主持人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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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是一個真正的外國者 那我自己認為 是不是真正的外國者的 含字是甚麼呢 又說自己說 你覺得怎樣做 主持人問他 當時李嘉誠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 當時主持人問他 我認為 是我畢生最大的名字 他說 我自己認為 我現在走的路是甚麼 一方面 我非常之深層的工作 忠誠的怪人 另一方面 更有過日來說 衣食住行都非常簡單 簡單 這樣 這樣我就可以留多餘的錢 做人家喜歡做個錢 對著同胞 對自己的國家 有所貢獻 事實上 李嘉誠對國內社會公益 持現事業的偏向 早就超過了十億港元 而且 他的公司在中國內地的投資 亦都超過了五百億港元 仍然穿出了他預算 在國內投資 四百億港元的一個承諾 當然 亦超過了香港 其他財團 在外地的投資 李嘉誠 是一個如與紅掌 堅而得之的悲凡之子 他控制香港最大的中學性財團 多年來都和香港首富 乃至世界華人首富 他同時 就是一個道德至上者 他講的每一句說話 都亦求符合道德批凡 他竟然這樣一講 亦是講的 亦會將求 小心謹慎 唯有任何的顯示 西方商大 多數都會推崇社會 達爾文主義 即是優勝易敗 太若留強 適者生存 要講道德 就千萬不要接觸 以如我紮的想像 而追求利潤 而打擊敵手 那便要執責手段 從他們看來 還要戒金 就沒有資格 行道德 掌人意 行友言 信譽 不是做人的目的 僅僅是經商的手段 是為了下一家的生意 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盈利 而李嘉誠呢 雖然會將謹大選 和首道德 比喊部門結合起來 實在是難得的 現在和曾經說過 相關投資的關係 我在1967年的時候 就已經獲得了 新加坡的居留權 有人就說 不是 他是為了海外居留權 才獲得新加坡投資 當時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小老蛋 並不敢契望 變成巴格薩團 其實人國有志 就不知強求一律 1967年 正是中國內地共亂的高潮 不是說香港居民憑國恐懼 就算是說我們的很多幹部群眾 甚至是知識更少 哪會不敢去憂慮或恐懼呢 就算李嘉誠是屬於政治原因 而任何外國護照 就有什麼問題呢 幾年之前 第二代移動 二萬年世之初 在官媒拍賣會上面 李嘉誠突然間離職 就去廣場外面 拿一個大波大師來打拼 追上去的記者 就搶劃了這個鏡頭 第一 這張照片 就是香港的大小報章燈發出來 那麼多報章呢 就說 是超人高潮的推銷技巧 為華人的摩托羅拉做獎告 而且是不用選的獎告 更多的記者都來拍 那麼多報章都來登 在超人無形之中 就做了一次延避的獎告 後來 又有報章登出一個澄清的文章 就說李嘉誠當時拿的不是摩托羅拉 而是別的牌子 其實這件事只能夠說明 李嘉誠實在是豬大照相 有譬如 簽名書記 香港的華人幾乎是拼財而出 去各個墳場的祭祖 去巴領墳場 所有的資料都會停泊在入口處之外 但是 是一組倒數的簽名書 突然間 有一輛廣車 他直接在他的墳場裏面 來入車的人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嘉誠 於是 市民就很憤怒了 有人說 李昭良去哪裏找到特權迷 大家都是香港市民 這個公平對待之對的 好彩當時 就有一位記者在場 他接到群庭怨怒 他就向在場的警方質詢 原來 根據警方的規定 只要你如是申請 就可以將車一直駕到進去墳場 李嘉誠 從於公正無數更多 超人堅贈 就百堅百里牛河界地 但是有得公正 就引迷了意想不到的事 一九九一年 李嘉誠以姑娘的名義 向英國保守黨 堅贈了十萬英國 作為競選經濟 道章推露出來之後 就引迫到英國兩大政黨的爭議 東黨指責保守黨接受海外捐款 為競選的條例 以保守黨的外部 亦都有不同的意見 保守黨的發言人就說 封印者是英國海外屬土的英籍華人 消息傳達了香港 香港的英國人華人不中之三分 香港華人附庸 亦會向英國捐人 不過這一個就是 教育、教育、教育、醫療等一個浪土 李嘉誠對這一次的政治篇事 就保持沉默 有人估計 向英國秘密公正不公正的浪土 恐怕不止李嘉誠一個人 不過這次超人 卻是堅贈得慎人類的爭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英國的東方時報報道 保守黨人士證實李嘉誠所公正的本項 是五十萬英國 即是大約等於六百多萬港元 這個時候 保守黨領袖彭定香出任香港總局已經兩年多 事實經歷 李嘉誠和彭定香 都會持距離 盡量從彭執的手上 能取得任何的商業利益 另一件事 是無法否認 但李嘉誠 最早百歲家園的偏執 已經是負架數字 這個負架數字 和捐給英國保守黨的六百多萬港元相比 當然就未得足道 嘩 當然香港富豪的尊重 即是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世家人 亦是各人有各人的平衡 民眾和彭定 民眾和彭定說 香港市民一定不會知道 香港還有一個叫何英傑的大富豪 自從李嘉誠鄉以市民捐贈更多之後 一筆一筆港元的二筆六個組 令市民惡生口外 因為忍上萬元的現場人工是誰呢 據來 朱利基督是一筆叫何英傑的90歲的龍龍 早年是上海的煙草商 1949年來了香港創辦香港煙草公司 早就已經退後引退了 一筆可達 從1993年起 創辦良友慈善基金會 透過基金會以及其他渠道 尊重了高北見本 郭世奧彼斯晚科飛行醫院 曾經收到香港一位億元的慈善家 一間大人憑美的機器 激行醫院曾經出現到窗萬懶的眼睛 壞者重建光明 臉擔心大部分的壞者 但是不知道官政者的專性大明 更加沒有辦法碌到 要看讓前者為人都的真面目 又譬如 南宏雑門的陳情華 亦是一个为善不耐名的大使主 1970年中美成立政府了他 就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每年公正给香港一个幻外的慈善全体 但百几年来还公正给外地 无论知道他喜欢展开到哪里 更加不知他类际不懂得多数例 只是估计他起码都是一群生 基金会议本人说 陈天生编辑的条件就是 声明都能见到 否则下次就无得谈 本次大王少日夫对内地教育的冤赠 也远超过十亿港元 他指定是教育用途 用于哪个学派 他们一概都不再理了 有人分表远迹 这么多钱 完全可以像程嘉珊 高玉光 李嘉诚那样 集中起来创办一家大学 比如说 知道日夫艺术学院 做得好啊 听说有人夸张我叔叔 说他热心内地教育 但是陈天生编辑就说 我都教人合宿人啊 钱都没用了 就带人走 不变出来来做什么啊 一件非常高尚的行为 经他这样轻描淡写 想出来 就不免有了几分平凡之气的 大家都知道 事务一生人 他非与同一坑见的 他联络啊 才会对巨妈的财富 有所断念 尤其如 祖阳和同心的巨妈财富 基本上是来自外国的保障 祖阳 也是内地人士 心目中的大全家 存款是以亿计算的 消产的人啊 他都在内地大产能子 祖阳啊 pins Imagine,还跑那些绝材 好 到时大陆 Eastern국 那样astaimpot 嗯一帮兔包 假如真的这样的话 懂人清冷写的表格 注得上一类 不败交鑿等待 当时 styles 帖子佛经典采矿 刘嘉诞 乐Harry 你 Disease wheel swoją 這個人生活其實是很簡單的 真的要花的錢也不是太多 雖然有人問我,共遣了多少錢 我一直都沒有統計過 結果用了三、四個星期去查看支票簿 原來共遣了22億給內地和香港 真的沒有人相信 李嘉誠高振不論錢多錢小 往往都會對著公眾或者對著傳媒 講那幫自己怎麼愛過 怎麼愛港 怎麼利過利民的叔叔 有人說他這些是負名教育 就像中是為了商業的利益 對李嘉誠堅定的了解 大概是梁世奇就最清楚了 梁世奇是李嘉誠堅定負責公正事宜的詩人輸出 梁世奇說 李先生公本跟人家是不同的 他的公正是發自我愛心的 他說李先生不是那種公正一百萬二百萬 最少要寫自己的名字 他是真心實意去解決問題的 李先生的公本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他的不一樣 是在於人家堅持本王之後 最擔心地 宜慣了他的名字 而李先生考慮了 就是堅持本王之後 是不是真是解決問題 聽草山人士說 李嘉誠所根本上收起的各種建築物 都會以他的本人 或者他的親人的名人命名 他在山頭大學 無論是低一億兩億的算數 他是連家學的安排 從書資料 詩生食宿等等的範圍問題 都要一億關照到 並且年齡很窄實 而知道李嘉平的一日時間 價值是幾百萬甚至幾千萬 中國都計算不清 究竟他在山頭大學 豪費了多多時間和經營 我們再看看李嘉平的另類生活 香港傳媒和英都一次 架出四大富豪玩 曹大表的新聞 四大富豪就是 李嘉誠 鄭宇彤 周文軒 和李朝基 曹大表這種子彩 是不需要耗費快樂的時間和經營 對於那些日李曼基的富豪來講 就最適合了 每一隻牌 就是一萬元入主 1995年初 香港傳媒就爆出了李兆基多多 輸了一千四百萬個分文 李兆基的頭記是漫畫的 體力運不是那麼好 價值多運又差 在一個星期之內上 一千四百萬就不見了 審命王家高爾夫球會 有公圖四大天王 他們就是 李兆基、李嘉誠、鄭宇彤和林建 討論全世界香港的人 經常都在俱樂部玩口 幾乎可以說是容忍不利 這個俱樂部 射出一間世俗院本廊 估值就可以轉量 大約是一千二百萬 大約是一千二十二百萬 那麥克風也知道 但是 那個文稿 大家便聞不到 你聞了 一時之間 全香港輿論嘩然 李嘉誠、鄭宇彤主又一次受累了 李嘉誠明顯太性了 又或者是他過多樣挑剔自己為何堅固措 攀錢為國家為家鄉為家人做善事 他說他一到西方已到十年八年 其實是爛了很多袋子 他平日坐的是日本大眾港車 他一直住了二十多年前的舊屋 和經常將自己戴的金工牌日本手錶 遞給外國記者看 豪島的奇聞是高爾夫哥就逼敬而走 有人就亡生出被欺騙的感覺 有人的觀心觀熱當然也有人不敢相信 當時有傳媒是這樣報導的 就說李兆基和李嘉誠、鄭宇鴻以及林丁 在本領高爾夫球會被經濟光頭四大先王 昨天就經常交量差不多是成了死本 做開玩笑又打一棟輸多少 輸一棟又輸多少 這些全部都是口頭說的 從來都沒有人見到他們有現金家 那些口頭提及的註冊 通常一棟是幾十萬甚至一百萬左右 一棟是二十萬起的 那三個幾月之前 李兆基、鄭宇鴻、林建勒和一眾好友 共八個人都不見到記賞 過幾十條之內 李兆基那些書的多數以 unserer動作總筷馬 卻超過到1400萬元 究竟它是否唸得這麼大呢 傳媒去廣約,究竟正在可以真正的技巧 我們聽 resources 參與 cylinder lending 感谢观看